最難啊 最難領著 最難倒 人公告報 尊心意 美人夢見過 李清照私人劇團感傷動作派 由戲曲跨界創作者劉亮妍導演 與台灣戲曲名家朱安利 李靜芳 陳宇安 破天荒跨界合作 以藍族使徒為靈感演繹全新戲曲創作 向明代青樓詩人馬香蘭致敬 事實上這個戲呢 香蘭圖這個戲呢 它在講一個真人真事 它是一個明代末年的一個情懷河畔的 情懷八雁 八大青樓排行榜之一 那因為演了五年前 六年前演了馬博斯市之後 有一位朋友在劇團裡頭認識 他跟我說他們的博物館 就是荷蘭國家博物館 有一幅畫 馬香蘭的一幅畫想要展出 那他想要用一個比較特別的方式 跟這個歐洲的觀眾介紹這一幅畫 為什麼呢 為什麼要用特別的方式 是因為一個青樓畫家 在畫史上被討論的機會是非常非常少的 所以他覺得應該到了一個有機會 可以用另外一個角度來閱讀這幅畫的時候 那今天帶來呢 來兩首新歌 就是這一齣戲裡頭的李金芳老師跟陳宇安老師 他們藝人要幫我們唱一首全新的編曲 那這一齣戲是我們劇團第一次採用Live Band 就是現場各位看到的爵士三重奏 這是我做了十年的夢 終於實現了 謝謝在這麼完美的劇場裡頭 可以把一個真的爵士三重奏的樂團搬上舞台 A.I.Shot 六九八玉的終結版 即編舞 導演 編劇 一生的劉冠祥 與兩位年輕舞者在舞蹈與戲劇 生死故事與獻祭之舞的超現實結合中 展現極富爆發力的身體 這一場演出為什麼叫A.I.Shot 六九八 就是同時在整個演出 剛剛看到的 大家看到的其實是 舞作裡面最古典的段落 我們就是演繹這個 薩蒂跟雪山女神跟師婆三個人的故事跟狀態 我們三個其實同時都會扮演 薩蒂雪山女神跟師婆神 然後在這些普典的狀態裡面會串插 我從小學舞的故事 我拯救我父親的故事 以及我面對媽媽死亡後的恐懼的故事 這些故事裡面都還會在有 我親自叫A.I.繪圖動畫的一個影像段落 然後我覺得每一個人類世代的演進 都一定會經歷產業太幻 非常可怕的一個太幻期 那台灣的藝術家跟社群媒體營造跟經營的方式 其實並沒有跟上世界的腳步 這是我看見的 然後我也會在演出的結尾 推動一個我們Dance Buddha Panda 也是劉光祥舞蹈演員工作室 現在正努力在推動的 台灣元宇宙領航計畫 希望可以帶著台灣的藝術家 打開我們現在現有的渠道跟窗口 讓他們上元宇宙Wave 3 跟外國的藝術家外國的策展人交流 雷封塔1924 則是由擅長多元話劇總創作的導演趙欣 攜手傳譯金曲獎得主 長笛演奏家華沛 最佳作曲陳辛漢 與打擊葉伯承 二胡王元平 一躍入戲 重譜白蛇傳 但是其實對我來講呢 我們這四個人湊在一起 其實並不是要演白蛇傳的故事 而是我們把時間切在1924年這個時間點 發生了什麼事情 雷封塔它倒了 我們會想雷封塔到底為什麼會倒 以及它倒了以後發生了什麼事情 當年白蛇被壓在雷封塔下 當然是傳說 傳說就是有真有假 今天我們從第一組的作品到第二次作品 亮眼的還有慣想的 其實我們都一直在討論一個真跟假 或者是說真實與虛擬 那麼白蛇傳的故事 白蛇被壓在雷封塔下 發而說這個 如果要白蛇出事的話 除非溪湖水乾 江潮不齊 可是呢這個雷封塔倒了 白蛇有沒有出來 沒有出來 散落的是什麼 一地的金卷 然後很多村民呢 也去搶奪 應該說去搜刮 塔裡面的珍貴的文物跟寶物 於是我們在想一件事情 傳說故事 它一直不斷的代代相傳 甚至可能會一直不斷的被我們加油添醋 加的是什麼 加的是我們對這個人世間 美好的想像 我們想像白蛇許仙 可能有某種愛情 我們想像人世間 有某種是可以戰勝 不一定會戰勝 好 只是可以 可以是非常高 可以抗一切的情感 那麼 在這樣的故事裡面 當雷封塔倒了 什麼東西是真的 什麼東西是假的 什麼東西是留下來的 什麼東西是消散的 香蘭圖 AI市69VA 遇的終結版 雷封塔1924 將於11月19號起 一連三個週末 在台泥市民廳登場 每檔節目週日場 都將在酷雲劇場 YouTube戲曲線上頻道同步直播 邀請觀眾欣賞 感受酷籍劇場的魅力 記者臨席會 台北報導